今天又到了石箱大枣 刚刚把这石箱枣都拆开了 看看今年的新枣 新枣颜色特别的漂亮 而且枣香味特别浓 这个是小枣 又要开始忙碌的一天了 上午先配货大枣 把这两天嵌的大枣订单发出去 刚刚从屋房回来把果果接上 今天时间太紧张了 没法回家做饭 因为他等一会要上节目课 从外面简单吃点 果果说他想吃牛肉饼了 要了个麻团 牛肉馅饼 小米粥 小月是红烧牛肉面 我是公保鸡丁盖饭 还有一个韭菜鸡蛋馅饼 等一下 大V肯定要抢面吃 我肯定要吃你几口面呀 是吧果果 果果在里面跳街舞呢 我们两个在外面歇会 累了一天了 但是现在心情特别好 因为刚刚接到一个好消息 说我们订的车到了 已经到北京了 这两天就能过去提车了 感觉最近实在太累了 生活工作还有照顾孩子 我们那个办公室离家也比较远 每天路上时间特别久 一想到马上就能开车去上班了 感觉 一天会轻松不少 最起码路上就省下事了 是吧 路上能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路上就没那么分波那么累了 路上没 可以节约时间 就能多干点活了 还是挺累的 对 就效率就高了 效率就高了 果果他们的街舞班 过几天有一个比赛 他们刚刚发了新衣服 果果 这周六就要比赛了 紧张吗 你感觉你练得怎么样 还行吧 乔完街舞刚刚回到家 今天外面好冷啊 本地的天气 我们回到家之后 三个人异口同声的都喊累 因为在外面待了一整天了 早晨八点多出去 一直到现在回来又八点了 在外面待了十二个小时 然后又爬了个五楼上来 主要是他刚刚 在那个跳街舞跳了一个多小时 不过 爸爸还没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 咱们的车到了 明天就可以把咱们的新的 汽车开回来了 行 行 你高兴吗 高兴 我正在跟小岳讨弄呢 我们明天 去骑车的话 要准备点什么 小岳给我说 准备钱就行了 我给小岳说 还想准备一条红呢 怎么样 现在城市好像不流行这种 给那个新提的车 反光性带 绑个红抽带 这是咱们刚结婚那一年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 开回老家 就是老家那个做法吗 觉得这样比较吉利 我记得当时还在家门口上放一个鞭炮 对啊 咱们前两辆车都劈红了 所以说这个第三辆我感觉也应该劈一下 但是我觉得太尴尬了吧 绑一个那个 咱们就在4S店那边批一下 批到半路上批一下 就是 图个吉利嘛 大家不就算了吧 其实放在我们老家的话还得放一颗鞭炮 但是北京不让放鞭炮 所以咱们就批个红就行了 图来年咱们 事业呀 家庭呀 红红火火的 你说呢 那你就准备吧 咱们家里有吗 没有 没有那我怎么准备呀 不过 明天爸爸把车开回来 等咱们忙完这一阵 你放假了 爸爸开上车带你去北京的周边都转转去 带你去那个八达岭爬长城去 行 我想去一下动物园 看看 狮子老虎 那八达岭那边也有个野生动物园啊 有吗 到时候茶茶在哪 到时候再去那个 蜜云水库 反正北京郊区有名的景点 都带你去转转 怎么样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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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